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首先带您关心印尼灾情 印尼苏拉威西岛10天前遭到强震海啸侵袭 救灾工作持续进行 重灾区贝托坡和巴拉罗亚发生土壤异化 整个社区被吞噬数千人不知去向 获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中央社记者挺进重灾区巴陆市第一手观察 看见国际援助陆续涌入 我国捐赠新台币3000多万震灾 台商和宗教团体也动起来提供救灾物资 印尼苏拉威西省巴陆市 收地震海啸重床 满目疮痍 数以千计建筑物倒塌 民众无家可归 除了军方 医院及当地政府搭建临时庇护所 当地佛寺也与台湾慈善团体合作设立收容所 提供床位 饮用水 热食给前来避难的灾民 并号召来自印尼当地的医生 提供灾民医疗照顾 同时动员印尼会员 伊卡车车队 将物资送进收容所 这次印尼遭遇天灾重创 许多国际救援团体挺进八路灾区协助救灾 台湾当然也不缺席 除了民间慈善团体伸出援手 台湾政府也用爱心和行动提供协助 总统蔡英文日前在脸书贴文表示 以盘点整合各部会资源 与民间社会合作 在物资和人力上提供人道救援 外交部更以国家名义 捐赠100万美元作为赈灾 此外 由印尼台湘组成的慈善团体 更在灾难发生后立即发起募款 截至目前为止 以募得新台币约420万元 怕能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报道 据有83年历史被誉为 日本厨房的东京竹地市场 厂内区域在10月6号迎来最后一天营业日 磕下历史性的比辰杯 竹地市场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鱼市场 营业最后一天 不仅当地居民纷纷到市场内留念拍照 许多观光游客也涌入市场 品尝着最后的美味 值得一提的是 竹地市场分为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 为了因应市场内部设备老化 东京都政府与市场业者经历了14年的规划与协调 决定将场内市场移至东京东部地区 开设风州市场 而原本的场外市场不会变动 未来将以竹地市场名称继续营运 风州市场即将11号开幕 原本在竹地市场准备迁移的商家 欢迎台湾旅客光顾风州市场 竹地市场一些商家 前几天已经陆续关门 开始搬迁作业 未来游客如果想要品尝 日本最道地的市场美食 除了可以到竹地场外市场 新开设的风中市场 也是一项选择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报道 菲律宾和美国最近展开 长达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其中一场两栖反恐登陆训练演习 假定非美两军联手抢摊 夺回遭恐怖分子占领的据点 之后日本路上自卫队 以两稀土机车登陆 援救沙滩上的商兵 由于这是日本 自二次世界大战后 首次把装甲车开上外国领土 格外引发各界关注 美菲军演行之有年 这次日方以观察院身份参与 但为参与演习的战斗课目 同时美菲军演行之有年 这次日方以观察院身份参与 但为参与演习的战斗课目 同时美菲都强调 联合军演的目的在于反恐 人道救援和灾难阴影等方面 协同作业能力 避开敏感的区域防御 以免被外界联想为 针对区域内特定国家 这次军演其他训练项目 还包括实弹演习 净空支援 丛林生存 城市作战和战斗救生等 总计有1000名美国士兵 350名菲律宾士兵 和80名日本自卫队观察院参与 中央社记者零行舰 三秒理事胜报导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在美国说服华盛顿的采访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 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2018诺贝尔和平奖 由刚果民主共和国 妇科医生穆克维格 以及人权运动家穆拉德 共同获奖 两人在让外界关注 及打击性暴力战争犯罪上 做出重要贡献 穆克维格二十年来在刚果内战中 治疗无数遭军队强暴的妇女 协助她们走出创伤 并移在呼吁世界 因采取强硬立场 面对以强暴当武器的罪行 被当地人昵称为奇迹医生 今年二十五岁的伊拉克 雅兹迪族女性穆拉德 2014年遭伊斯兰国战事绑架 沦为性奴隶 在她成功逃脱后 穆拉德勇敢站出来 掌握自己不幸遭遇 并为其他受害者到处奔走出身 像是人揭发伊斯兰国屠杀雅兹迪族 贩卖妇女儿童的暴行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 今年是联合国安领会 通过第1820号决议的十周年 这项决议确立将性暴力 作为战争武器属于战争罪 而今年两位得主 正彰显了其中的人道价值 诺奖委员会主席 齐瑞斯安德森也强调 唯有认可女性 以及她们在战争中的 基本权利与安全 世界才会更加和平 装设综合报道 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日本京都大学特别教授 本树佑 日前在获奖后 首度受邀公开演讲 针对她领航的开创性 免疫疗法 她表示相信在未来 免疫疗法将会是治疗 癌症的主要选项 也是重要力量 现年76岁的本树佑 是第2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 事实上早在2014年6月 她就荣获糖奖生医奖的肯定 并来台接受这项殊荣 本树佑的研究团队 于1992年发现 PD-1免疫抑制因子 是带动癌症免疫治疗的重要先驱 目前PD-1抗体治疗 也成为目前最佳的 癌症治疗方法之一 中央社总和报道 美国保守派法官卡瓦诺 在性侵争议下 出任美国大法官 最高法院确定 由保守派占据多数 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 可说是大赢家 不过这股气势 能否延续到其中选举 还有变数 毕竟女性浪潮 后座力强大 民主党还有不少缠斗的空间 外界观察 女性觉醒的力量 虽然未能阻挡 卡瓦诺的提名案 但支持者可能因此更加团结 对于女候选人 提名参选州长和参众议员 人数众多的民主党 是一大力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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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